今天教大家用紫蘇做一個紫蘇檸檬的糖漿 這個糖漿可以放在家裡 到你有需要時可以加蘇打水、沖茶甚至煮雞味酒也可以 要成分的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紫蘇 紫蘇我是選一些葉大塊的 新鮮的紫蘇 有些人可能會使用公安葉紫蘇 最好沒有,因為藥材補的乾紫蘇 做出來會有少許香味 新鮮的會比較好 我們這就是大量的紫蘇 另外就是煲一煲水 水和紫蘇的份量大概是一份紫蘇 就是兩份水,因為我們很濃縮 另外就是要檸檬 檸檬就是加一個酸味 進入紫蘇檸檬汁裡 酸味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就是配合紫蘇味 另一件事就是酸可以令到保存時間長一點 但是為了保存久 其實只是檸檬都不夠的 我們就要加糖 加糖呢 這次我們不要加一些 raw sugar 或者是偏糖 因為它們的蔗味或者味道 可能會影響了紫蘇和檸檬的味道 我們還有選冰糖或者砂糖 有些人會怕砂糖煮出來 可能會酸就可以選冰糖 即是說其實我們有紫蘇檸檬 還有冰糖三樣的 剛剛我們看看水滾味 開始滾了,我加回大力的火 好 就完了 我們把紫蘇檬 只要洗多一瓶就可以了 可能會有些少少爛硬的地方 把它撕過去 它有一個拼的勁 也可以的 可以一起加進去 我們就加進去 加進去的時候 你會發現整個煲都是充滿紫蘇的 不是那麼多水會露出來 因為我要做濃縮一點 當然,如果你想即時用 不想開水的,不停喝的 你可以把紫蘇的份量減少一半 想再減少一點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慢慢煮一煮 煮紫蘇跟煮老火湯不太相同 不需要煮很久 我們大概煮5分鐘至10分鐘 令紫蘇的色素全掉出來 你會看到紫蘇汁是完全紫色的 但紫色是不太鮮艷的 是有魚的,這是正常的 和我這瓶可以介紹的成品不太同 這瓶是做好了 為何你見到這麼鮮艷 好像很漂亮呢 原來紫蘇煮出來 它的紫蘇煮出來很軟 但我一加酸性的材料 它會馬上變得很鮮艷的顏色 我可以拿一個紫蘇筋 壓一壓它 我的顏色已經出來了 但紫蘇的顏色 因為它還沒出來了 還沒脫掉 其實我們也可以煮多一會 我的經驗是時間是不會多10分鐘的 其實我看到好像差一點 我可以再加多紫蘇進去 大概10分鐘是上下 有時5分鐘都可以 好,在這個煮的時候 我可以預備另一個東西 就是檸檬了 檸檬它就普通在市場買一個 檸檬就可以了 我們把醬汁拿進去 皮加進去就很適合圓面 因為影響不大 我們切一下檸檬 中間切下去 酸味很足夠 我們稍後拿些醬汁進去 但不需要現在的時候拿醬汁進去 最好是煮完之後加醬汁進去 如果你不用檸檬 有其他代用品呢 可以用白醋的 例如用一些白米醋 還有味道淡一點 不要有太多其他怪味 但蘋果醋或者朗米醋也不好 因為它的醋本身也太強 所以檸檬汁或者白醋 都可以互換的 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 加多少份量呢 剛才有些人很迷惘 究竟我要加多少檸檬汁進去 如果真的跟正一般做的 recipe 可能我們做一公升的水 大概一公升的水 起碼要500克至600克的紫蘇 而檸檬呢 大概一公升的水 要兩個至三個檸檬 這樣才夠 所以你看它很酸的 而檸檬的份量 如果你真的不想背的話 因為我就不會了 做法是怎樣 就是把檸檬汁 差不多了 它先出來了 把檸檬汁加進去的時候 一邊試味 你試到 你會覺得 紫蘇檸檬汁的味道 是酸到 好像忍受不到 好像你買一杯檸檬茶 沒有夠糖 很酸很酸的感覺 就對了 因為你這麼酸的酸度 才可以做到這個糖漿 保存得久一點 還有因為我以後要開水喝 或者加蘇檬水喝 如果你不夠酸 其實味道就不是很夠的 還有一種偷雞的方法 就是怎樣呢 就是可以讓印尼土 去買一些濃縮的青檸檬汁 為什麼印尼土買呢 因為印尼土的濃縮青檸檬汁 尊膠尊裝那些 其實裡面 是有 比較多的真正青檸檬成份 裡面的 那些青檬汁 通常有45%真正的 True Line 的juice 所以用那些 就會比較好一點 反而有些 西方大牌子的濃縮汁 或者青檬汁 可能只有2-3% 是真正的青檬汁 就這樣放進去 好 我們不要浸泡 醬汁 盡量放進去 好 好 那些青檬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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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邊 大約1公升水 我加的糖 份量 可以去到300-400克 甚至至5大克 差不多半份糖 這很健康 因為我是一條糖漿 所以糖有那麼多 那麼多 我們加了一些 糖和檸檬汁 之後 拌勻 就可以食火 等糖溶完之後就可以拿出檸檬糖漿 糖的醬汁如果你不想記起的話 只有一條理事 跟剛才一樣 糖漿的酸度應該是酸到你的上下 糖也是很甜 就像一杯特別甜特別酸的檸檬茶 濃度就對了 把它攤凍之後 然後我們可以加進瓶裡 一到5分鐘就可以倒出來 有幾個 recipe 可以介紹給大家 第一就是可能在天氣冷的時候 就可以加點熱水 就是一個很好的至少濃度的飲料 如果你喜歡喝冬飲的話 當然可以加冰 另一個做法就是加什麼呢 就是加梳打水 就變成了自酸梳打 但是有一個情況我發覺挺有趣的 我試過就是 就是做了太多瓶在這裡 就用不完 那我放在冰櫃裡 那有些人沒有放在冰櫃裡 沒有放在冰櫃裡的地方 它其實都會變化的 我發覺六月之後 它會自己變成一支蘇打汁的 因為裡面的糖和紫蘇 它都會發酵 就變成一支棕 就像是沙特那樣的飲品 但是這個可能是這樣半年 還有你保證我 你會很清潔的那些棕 就不會有其他集群進去 那就可以做這個飲品了